不少学生都希望可以进入名校 替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而在南加州的飞达学院 是用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跟方法 帮助学生实现梦想 伴随着学校录取结果的陆续放松 飞达学院各个学习中心也是捷报频传 早早准备大学申请 可以说是提前打开名校大门的至关因素 飞达学院多年来 一直强调孩子们全方位的综合发展 并且不断为孩子们开拓活动项目 让他们参与到社区活动和公寓活动中 最近飞达学院在工业市召开了学生家长报告会 邀请到了学生展现惨意 并让家长们更加全面地看到了孩子们的潜力 我也是很高兴今天这么多学生家长来 两件事情 一个是踊跃地献爱心 为尼泊尔的灾后的灾区 护儿院也好 其他这些灾民做募款捐款的活动 第二个也是为今年2015年 夏天准备去各个方面这些很有意义的夏令营青少年领袖 夏令营活动 做勤前总动员培训 那么能够让所有高中生今年通过这些活动 也有他们各自的非常有意义的和新的一些收获 大学院从09年创办这个 办这个这些扶贫的公益活动 不管是在中国的宁夏还是在尼泊尔 我们都是会持续地做下去 我们觉得只有持续地做下去 才能够为当地的这个人 带来一些这个真正的这个变化 而且也培养我们孩子 就是这边长大的这个孩子们 让他们有一种持久的这个热情 而不是说做任何事情潜尝则止 让他们知道说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有这个责任心和commitment 在为孩子们创造不同机会的同时 菲达学院也鼓励高中生们把发现的问题 以及在异国他乡做志愿者的经历写成日记 回到美国全力支持他们组建学生社团 并且扩大影响力 这其中他们就成功地筹集到了善款 送到尼泊尔和中国宁夏 帮助当地的居民 除此之外 全球青年领袖培育计划 一直是菲达的传统项目 经过活动的磨练 很多学生都以这个经历 而增加了被一流名校录取的砝码 其实菲达学院在培养孩子的时候 也采用了不同的方式 多年的经验 让他们对择校录取等方面 有着充足的自信心 如果您对学校各个教育项目有兴趣的话 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详细咨询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